所謂不定方程 即是說我們未知數的數目 多於方程的數目 就像這一條 只有一條方程 但有三個未知數 一般來說 這些方程 都會有無限解的 所以 如果要問一條問題 大家要有個答案要解 多數的題目都會限制 跟整數 非負整數 即是跟整數有關係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條問題 這條問題有一條方程 就是X加Y加C 等於一個正整數 然後 就問我們一條這樣的方程 有多少個正整數解 我們來看看 首先有三個未知數 簡單來說 如果我暗死了 我想知道每一個未知數 最大的值 會去到多少 很簡單 我們首先 暗死另外那兩個 如果Y和C 各自都等於1 可以拿最少 因為要正整數 最小的數字 可以拿1 那 X呢 可想而知 就是等於這個數 減2 即是2013 那 由於XYC 沒有標明誰打誰 所以 我們知道每一個數 XY或者C 每一個數 它 只會小 或者等於2013 而已 那 於是 我們之後 就可以拆開來討論 那 由於我們 只有三個未知數 三個未知數 太複雜了 那我們 就要分情況 討論 那首先 我們就會當X 每一個情況 這樣來討論 那X我們知道 它的Range 就可以由 1 最小是1 那 最大就去到2013 寫在這裡 最小這個東西 就是1 要正整數 那 所以呢 我們就拆情況看 那 當X 這個東西 是1 那 我們討論一下 Y和C 這個東西 可以變成怎樣 Y和C 這個東西 由於他們加起來要2015 那 這個東西 可以是 Y一個是1 一個是2013 那 然後Y和C 一個加一個減 那 那 另外一個解就是2 2012 那 如此類推 那大家都猜到之後 會一直怎樣去 那 一個加一個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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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直到去到最尾呢 那 那麼 Y 就去到2013 而C 呢 就去回1 那 很明顯這裡 就由1 去到2013 那 所以這次呢 Y C 這個東西 當X等於1 那 這裡總共 會有 2013個解 Y 然後 然後 當X 用不同顏色 對啦 當X 等於2 那 我們又討論Y和C 那 又是啦 我們暗死Y 由最小的開始 那 那這次C呢 這個東西呢 就是去到2012 下一組呢 就是 2 2011 那 一路去 那 那 然後這次呢 Y和C 這個東西 Y就會去到最大了 那麼Y最大呢 就去到2012 那 然後C這個去到1的 那 所以呢 這次由1 數到2012 或者倒過來看啦 那你喜歡看C都可以的 由1到2012 那這裡總共就會有 2012組解啦 那 1是這樣 2是這樣 你都將會知道 接著下來都是這樣做的啦 那 然後一路數呢 數到最底呢 那我們會有 那麼 X等於 它可以拿到最大的值 就是 2013 那 我之前說過 2013要的情況是什麼呢 那 就是Y和C呢 它各自都要被人暗死了 做1 那 Y和C呢 這兩塊東西都被人暗死了 做1 那 沒有啦 沒有其他情況啦 那 因為要正整數解 那 如果X是2013 Y和C就只有1 那 這個東西呢 最終我們會有1 做解的 那所以呢 所有 解 的組合呢 那 發覺 你把這些東西加在一起呢 那就是我們想要找的解的組合 那這一堆東西是什麼呢 這一堆東西 結果就變成 1 加 這樣寫吧 從最初那個開始 2013 加 2012 那 一路加 加到最後呢 就加到1 那 這個東西就是 一個 等差數列啦 那我們知道這一條色呢 就將會變成 2013 乘以2014 這個東西呢 除以2 那 所以呢 這次這條題的答案呢 就是 2013乘以2014 除以2 也就是 2027 091 那 有超過 200萬個正整數解的 2 4 4 4 5 5 5